很累 先別說話, 進遊戲… 吃雞肉, 先打電話機 快點… 稍後, 你先找阿廚 阿廚…打電話機… 等我一會 你怎麼樣? 打電話機, 打電話機, 快點 不打 進遊戲吧, 你找Edan 你握手吧 打電話機 一波… 先打電話機 一波吧 去找Roc… 打電話機 打電話機 你別煩惱 吃雞肉 你讓我拿雞腿回來? 如果沒有人喜歡打電話機 一個人一個比賽, 還說兄弟幫 我不懂得安慰別人 今時今日做老師 怎麼也有輔導成分 你試試吧, 你可以的 那過兩招來吧 同理心 同理心 你不喝了吧? 你怎麼會吃飯呢 喂 怎麼這麼燥 不會明白的 那你不說, 我又怎麼會明白 我一群兄弟都不喜歡打電話機 每個人只想自己的事情 還會輕遊 你試試想想 如果他們只顧著讀書 而不跟你打電話機 你會不會這麼生氣 那又不生氣 為甚麼 因為讀書不需要一群人 打電話機 那倒是 所以我這個讀男 早就另了兩個道理 第一件事, 就認識了幾個朋友 A、B、C不行, 那就X、Y、Z 第二呢 第二呢 就算是朋友也好 也不會喜歡一輩子打同一遊戲 做同一件事 那這樣做會是朋友嗎 我覺得真正的朋友 重點是 無論他是不是跟你打電話機 你有事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出現找你 那他們真的有試過 對, 人大了 變快就很多了 我不想那麼快 就像身高而已 他要長高, 你也控制不了 對吧 等你18小時, 請你喝啤酒吧 喝啤酒可以嗎 你下次呢 要啤酒嗎 嘗嘗 你好 你怎麼這麼早呢 你也來看得出嗎 你也這麼神心 不知道今天能否看到呢 你也來看得出 笑堅她怎麼樣 不錯, 男人之間的談話 都說你就可以了 因為有你而已 其實有個問題想問你 問吧, 但我不一定回答 為甚麼你會去速度約會 你 然後你也來看你 你畫是